好 那麼我們上個禮拜呢 已經有稍微把這個Ective Render打開了 所以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載 像我在這邊下載完了 解壓收 執行這個 對不對 那麼 我們上次呢是找了 網路上的影片把它下載一下 對不對 好 把它下載一下 那麼 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其實呢 如果說有些時候 因為剛好最近 有時候會需要錄一些那個電視上的廣告 就是我可能YouTube上還沒有找到 可是呢 有一些直播的 直播的電視欄 它上面的廣告 我想要把它錄下來 當作是一個什麼 教材 那麼其實你也可以利用Ective Render來做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 我這裡有一個網路廣播 那個網路電視直播的 它整理的是台灣的 整理的是台灣的 當然也有部分是那個 就是 像美國的啦 還有法國的啦 還有半導電視台 還有歐洲新聞的 如果說你可能對這個有興趣 比如說我的可能是 像我比較常看那個公共電視的 我就直接有點過去囉 啊這都是Live直播的 好Live直播的齁 影片中斷 啊有的是因為有版權的關係啦 所以會有影片中斷齁 好 比如說 大愛的 好 像現在這個就是直播的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 可能你會有需要你就可以把它錄下來 好 就可以把它錄下來 那你看我們一樣 我們一般在做的時候你這樣錄 上次呢是直接就開一個我要新的什麼補貨對不對 其實也不見得一定每次都要開新的補貨 我可以開一個空白的 就好像平常都女生的話會 女生會開一個空白的 對不對 我開一個空白的 直接進來 那你告訴他我有一個空白的檔案 可是呢 第一個當然你必須要先決定一下 這個 檔案的大小 欸 那我們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請問 各位 到底我們一般的視訊是多大 我們上次有稍微提過對不對 有稍微提過齁 在這邊 你看這個一點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般 比較常見的這種 視訊的規格 對不對 比較常見視訊規格 因為如果以我們 簡介影片來講 最常見的 你會發現說 超過了這個以後 就是在這裡 1024 768以後 有沒有發現後面這個都叫HD 一般我們來高畫質的 好 高畫質 那當然如果你不需要做那麼大那就還好 你就可以選擇其他的 原則上呢我們的 DVD就是這個規格 720 480 DVD 那 HD呢 這個1280 7020 或者是什麼 1920 1080 這個我們稱作 Full HD DVD 我會考考各位 順便考一下各位一件事情 我看一下我玩弄上 我有沒有把那一題把它放進去 可以先做一點小測驗喔 先暫停一下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任務裡面 我把那一題把它放進來 我看一下 測驗單 好這個地方可能一下麻煩各位稍微重新整理一下頁面 在任務裡面的延期講義這邊 我們常常會看到這個YouTube裡面 或者是一般的影音都一樣 影音的網站都一樣 我們在下面這邊如果你按下播放的時候 各位是不是都會看到一個 這個東西 有沒有 請問 這個 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數字越高 請問 品質是越好 對不對 那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到底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其他 你認為我在騙你的那一個 給你試看看好不好 OneNote 這個可以做測驗的 你就選好了之後 然後上面是不是有調提交結果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大家 平常有沒有注意到這個部分 好不好 來我先 這個先讓大家試一下 你可能要稍微重新整理一下喔 來各位我現在是用跟你們一般的就是 學員的帳號進來 你進到任務裡面之後 右上角這邊不是有叫進度嗎 有沒有 好你把它按一下 因為我統計有開放 所以你們看得到 那這每一個教材 你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的學習情形 有沒有 這樣的學習情形 這個就是還在進行中的 有沒有 表示說他可能還沒有 有看了 但是你看完 這個就是你已經有看完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最後一個教材 你點一下 這樣有沒有看到 統計情形了 對不對 請問可不可以做第2次回答 第3次回答 可以的 如果萬里你覺得 不大保險 哈哈哈 你壓保要錯了 你可以再回答一次 但是呢 老師這邊會看到 比如說 你點 像這個點進去 我們下面有沒有看到 誰回答什麼 有嘛 那其實呢 如果你有回答2次3次的話呢 這上面也看得到 不過這個還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 覺得 這個好像 我不大會的 其實也可以做一個筆記喔 你看我們在右上條這裡 還有兩種筆記 一個是顯示筆記 有沒有直接從這邊輸入 這是文字式的筆記 那筆記的話呢 不是只能輸入一筆 你可以有第2筆第3筆 進來 你就可以再做 再做調整 萬一呢 如果你想要用畫的也可以 但是你點了這個 他告訴你你要裝一個什麼 就是這個 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擴充工具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 用畫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跟各位平常的那個 比較不一樣 那你就 一樣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大概了解的 所以呢 我們再給各位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 大家 最後 回答的情形 我們來公布一下答案吧 竟然有這麼高比例的人認為我 很會騙你們 好沒有信證感喔 正確答案是哪一個 這 所以 有答對的人真的不多 表示說 大家平常 雖然有在看 看影片 看電視 但是都沒有關注規格 事實上我們在 剛剛這邊 你可以看到 YouTube這個 影片的 這個地方 這邊顯示的是 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為什麼 稍微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看這個 簡報的時候 然後 沒有沒有 我們在這裡 你看預設大小 有沒有發現 480是指誰 就是這個 高度480 寬度是720 720 那 你看我們真正到這個YouTube上面來看一下 真正到我們這個隨便找一個YouTube的網站 找一個YouTube上的影片 好 進來 好我們看看這邊喔 這裡 哇 怎麼這麼巧的 是 這個 看有沒有比較大一點的 是高畫質的 可以 有沒有到720 有沒有發現720以後就一個 一個 HD的 720是指誰 回頭過來 這邊看一下 這就是 1280 x720 這樣了解嗎 那請問有沒有再更高的 當然有囉 所以如果說我們找什麼 2K 你會找到有 2K以上的那種影片 那我們來找看看 你看這 有沒有環境一直高上去有沒有 了解啦 請問有沒有4K的 有 有4K的 這個 點進去 有沒有再更高 可是這都是高度 當然 HD以後的都是16比9啦 所以你可以反推回來 知道攤度是多少 對不對 請問4K上去還有沒有 反正當然是有 還有8K的 呵呵 但是呢說真的啦 這些影片 你真正 要在我們電腦 裡面 編輯 事實上是真的有點困難 有沒有看到 4320P 高度喔 高度喔 那我們一般來講現在電腦上 如果 就是一般電腦 你要能夠編輯的 比較順暢的應該是就是我們講的 Full HD 你在這個上去可能連整個硬體配備就要再 深等一下 會比較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 那回到我們剛剛這前面講的就是 你在設影片大小的時候有沒有發現為什麼他預設是這麼大的 對不對 因為常見的影片大小是這些 是這些喔 所以你就可以先 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呢這個就是我們要的什麼 換燈片就是我們 Hawthorn講的頭影片 頭影片你要先要幾張 你可以自己決定 萬一你在這裡 沒有設定也沒關係 不要難過 確認一下 現在是不是空的 對不對 你到換燈片這邊 自己增加一下換燈片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所以 這個呢 是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先建好一個 那 進來之後呢 建議 各位你可以按一下右下角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自動說法 這樣我們的這個 上面中間這個 顯示 內容的這個畫面就會隨著我們的視窗大小自動說法 有沒有這樣就自動說法了 你在編輯會比較方便 如果你沒有的話 會變成 太大或太小 就這個地方我通常會按一下 通常按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那麼 所以你到這邊的時候你再來做什麼 錄影也可以 你看我在這邊按一下錄影 然後呢 如果你要錄的 我們剛剛的主題是什麼 如果你要錄那個直播的 對不對 直播的你要選擇哪一個 你用這一種的比較適合在我們的什麼 就是 一般的 桌面的 那如果你要錄這種 比較屬於串流的 也就是他 直接播放的 那你可以試看看第二種 你可以試試第二種 那麼 好了之後呢 我就按確定 這個時候一樣 記得還是要檢查一下 音量 音量的部分 音量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你要多大 因為預設呢 我們剛剛已經測好了 就是這麼大 有沒有 已經這麼大了 所以這邊你就 不能再改變 因為錄下來就是那麼大 好 哇 糟糕 這個 它有一個 這個 我現在 設的範圍比較大 哇這個框框我現在動不了 因為 我這邊螢幕解析度比較低 沒關係我就先錄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要錄那個 網路上的什麼 直播你可以像這樣子稍微 是不是就把它錄下來的 那 在這邊其實有個好處 如果它是用YouTube來當作是直播的 雖然我 目前這個時間它是直播到這裡 可是你可以往後退喔 你可以往前退退到 有沒有最多差不多四個小時之前 這樣你了解嗎 因為有時候你剛好沒錄到啊 不然不小心站個廁所會講 節目可能我要的那個片段就過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隨時 再倒退回四個小時左右之前的 內容 等於說你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伸縮啦 不會說因為我今天 啊糟糕這樣沒有了 我就 下次要等到它 等到它 要重過的時間 不然就往上慢慢找 這樣你 你有了解的啦 所以 我利用這個方式呢 我把它錄下來了 那我們這個 Api Printer 快速鍵是什麼還記得嗎 如果不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的 來這邊 找到它那個圖 有沒有 你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 這樣就跑出來了 那快速鍵是End 鍵盤上的End 你可以暫停或停止 比如說我再把它出進 好 OK 它就會把你抓進來 有沒有 這樣就抓進來了 所以 你等於說 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 來這邊 做所謂的剪輯 那麼我們上次怎麼剪輯 你知道你在時間軸上面 時間軸上面稍微點一下就可以了 時間軸上面稍微點一下 它的 指針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這個指針就會跑出來 假設我可能 剛剛這一段其實是多的喔 前面這一段你看我可能從前面這裡 開始 那你會發現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它左右有兩個頭 其實我跟你講 你現在在用這個Api Printer 待會進到 我們的威力導演 你看起來就一模一樣 也是一模一樣的 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你就 把這個頭 假設你要 有一個範圍的話 這裡到這邊我不要 那我再往後退 好我的節目是從這裡開始的 好 那這裡不要 你看 剪接相關的功能 在這邊 有沒有 我那一段是不要就把它剪掉 刪除範圍 我們就把它刪掉囉 刪掉 好了 這樣我的 這邊就通通都是我剛錄的這個範圍 這樣有了解的齁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在 Api Printer裡面 他因為操作說真的還蠻像我們的 什麼 操縫的 所以 有沒有覺得 還是有一定的熟悉感 即使 你上個禮拜沒來的 還OK嗎 對不對 好 那就畫面性還給你 給你試看看好不好 至少 軟體還不會沒關係 但是 有漲姿勢 知道那個是高度的 齁